酷的娱乐圈由莫名其妙受质疑 稀里糊涂被蹭热度的钟南山院士 打卡上线 关键词 女星蹭钟老热度 今日自称是华谊兄弟旗下一人的沈嘉欣 开埋质疑钟南山院士 称敢问钟院士 这次疫情你整天忙在镜头一线 有什么研究成果发明什么药 治好过几个人 提出过什么合理化建议 你在武汉一共待过几天 您在这次疫情都做了什么贡献 别告诉我只有板栏根和瑞德西韦 还只能是某品牌的 此言一出立马火了 八方网友敢来问候沈小姐 纷纷表示敢问这位小姐 这次疫情你凭什么好好活着 翻脸不认人真有你的 你凭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这当键盘侠您配吗 很快留言就将近五万条 粉丝超过一百二十六万 目测是这位女明星的舆论高光时刻了 而这条微博也被挂上了恶意营销的提示 沈嘉欣也被禁言十五天 由于这位女演员的微博认证信息显示为 华谊兄弟旗下一人超话主持人 吓得华谊兄弟赶紧发声明撇清关系称 沈嘉欣视华谊兄弟旗下一人为不实信息 沈嘉欣与华谊兄弟无任何关系 得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帝 真不是啥热度都能蹭壁 关键词 袁丽又亲自下场 前几天有匿名小号发文对袁丽一阵猛话 为了给袁丽抬轿 还拉踩了一票女明星 女皇如巩俐都抢制给袁丽买奢侈品 刘涛海青这些套不及的女演员 在袁丽面前完全布置一帖 爆料当年袁丽在华谊的时候 可是和周迅李冰冰平起平坐 范冰冰都得让她三分 赵丽颖则更夸张了 见了袁丽化身迷妹要签名 我去这怕不是段子吧 女明星之间除了相互交界 还能有这么震得住场的存在 这一阵吹的网友们都没眼看了 结合袁丽从前的文风 直接怀疑这发贴人只怕就是本人吧 结果匿名小号自己来了一句 我不是袁丽 小朋友满脑袋问号 怎么都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了 如果真是袁丽亲自下场 那他下次再遇见那些被他Q过的女明星们 不可能不尴尬吧 婚禁词方圆被骗婚戒度生子 最近郭富城盛庄出席某品牌活动时 自曝自己的财政大权 由经纪人小美管理 每个月都会给方圆二十万用于家用 这个手握郭富城财政大权的小美 可不是一般人 小美大名叫梁美威 在香港曾是与灵溪齐名的美女填词人 在小美遇到郭富城之后 就放弃移民计划 全力辅佐郭富城 再加上小美至今单身 外界就一直传言小美痴恋郭富城 甚至留出方圆能顺利嫁给郭富城 也是多亏小美的认可 再加上未婚先孕 才能上位这么迅速的八卦 称小美是大方 而郭天王娶方圆就是为了生儿子 也是脑洞惊人 但搞梅不依不饶 分析在方圆生下女儿后 小美会亲自帮忙带孩子母爱爆棚 对方圆的女儿很是宠爱 有网友还担心方圆斗不过小美 对方不但管着你老公的钱 连你的孩子都和他建立了亲密感情 一旦离婚就很可能啥也不剩了呀 哎哟 还真的真情实感性八卦了 咬圈哥说真的也不用太担心 能跟天王成婚并三年爆俩 方圆的实力也不容小觑的好吗 关键词 李小璐感情空窗中 曾经围墙内外都精彩 如今单身 没人爱 李小璐的感情生活有多丰富 咱们就不用再复习了 但是这两天 他公开表示感情生活就是甜心 这次直接承认单身啊 和过去相比 反差真的有点大呗 面对起起起落落 聚散离合 李小璐倒是看开了 用自己的新歌表达心路历程 喊话要保持自己的初心 相信没有什么能阻挡心中那一抹阳光 呃 这鸡汤灌的有点浓啊 给新歌打考也太明显了吧 虽然咱们不懂小璐姐的初心是啥 但她都这么卖力宣传了 咱们还是捧个人场吧 关键词 杨幂连垮衣平土 大秘密的颜值又飘忽了 最近杨幂在北京为某羽绒服品牌站台 自然也穿上了该品牌的衣服 不过一贯的带货女王却折了腰 原来大秘密这上身羽绒服下身小皮裤 脚踩一双高跟凉鞋的look 让不少网友看了脚直透冷 要知道当天北京的气温接近零度 露出的脚背真的不会瑟瑟发抖吗 即便在这样的低温中 大秘密的皮裤看上去依然皱皱巴巴 显然是腿太细了 承不起裤子 扎起的丸子头 也有不少乱发在寒风中飞舞 而杨幂本人虽然一直挂着营业笑容 但笑得实在勉强 不知道是脸冻僵了还是太疲惫了 毕竟谁都知道 大秘密是圈里有名的拼命三娘 就像之前垮她的发际线一样 网友再次毫不留情地吐槽 大秘密的造型太土了 想来被冻成这样 还要被吐槽 女明星当的也真扎心 虽然工作室随后发出的精修图 帮大秘密守住了研制标准 可在网友发出的路透前 精修图还是显得有些无力 虽然已经34岁 但是大秘密依然还是少女敢代言人 这次意外失手 相信只要修整好状态 很快就能打脸网友的吐槽了 关键词李晨新恋情曝光 李晨范冰冰这对家人CP正是梦碎 虽然已经分手了一段时间 不过因为弟弟范澄澄和李晨的良好互动 不少网友还在磕着这对CP 希望他们破镜重圆 不过最近有网友在逛街时 偶遇李晨开着价值400多万的豪车 副驾上坐着一位美女 疑似是有了新恋情 有网友猜测 副驾上的小姐姐是之前和李晨一块拍戏 还传过绯闻的女演员石淳子 李晨当时还被指出轨 在和范冰冰官宣分手后 石淳子还在微博上晒出了著名的星星石头 疑似向范冰冰示威 难不成范冰冰真的头上冒绿光了 就在粉丝的大砍刀 马上竖起来的时候 李晨反黑战第一时间辟谣 称李晨有新恋情是垃圾营销号造谣诽谤 并晒出多张营销号截图 随后李晨工作室也转发该微博 表示纯属造谣无中生有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我们坚决用法律的武器捍卫合法权益 绝不姑息 那个啥 话说自打分手 李晨的匪文女友从石淳子传到王小晨 甚至还有号称新加坡百亿富豪的千金 这些假桃花实在太多了 还是希望42岁的大黑牛 干净遇到正桃花吧 毕竟跑男团的几个兄弟 二胎都有啦 关键词 51岁男星突传死讯 昨日据外媒报道 菲律宾著名男歌手 四月男孩雷吉诺 在11月29日上午去世 年仅51岁 雷吉诺出生于1969年4月9日 是菲律宾著名歌手和词曲作者 90年代初期 他和他的两个弟弟Wingo和Jimmy 一起组成四月男孩乐队 深受歌迷喜爱 雷吉诺的亲弟弟Wingo 最先在社交账号上 公开了哥哥去世的消息 他写道 这一天实在是太伤心了 四月男孩不在了 我的大哥走了 而雷吉诺生前多年 与前列腺癌作斗争 第一次被确诊癌症 是在2009年 2011年的时候 他曾表示自己的癌症已经康复 并多次表达对妻子的感谢 表示如果不是妻子马德尔的支持 可能自己无法活下来 哎 缘故人一路走好 天堂没有病痛 关键词 雪姨亡灵 夺销售冠军 只要有一群姐姐聚集 不管是乘风破浪的 还是能说会道的 反正肯定是有大事发生 看看我们奋斗吧 主播这几位姐姐 为了当这个金牌销售 个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首轮团队考核 嘎贵妃组全员晋级 雪姨亡灵更是赢得了 组内第一的好成绩 林姐的反击案例果真不一般 这门可是敲开了 你四万五 林姐 林姐好棒啊 林姐 门敲开了啊 门敲开了 演吗 我演不出来 而乱入姐姐们的经济学家 薛老师就更有意思 虽然姐姐们已经很有锋芒了 但是作为工具人 现身探办的薛老师 真的很好笑 不仅要试用 推荐 还要买买买 是这样的 大家应该没有看过 这个薛老师敷面膜 对不对 你已经走不掉了 我跟你说 大家快看 大家快看哦 薛老师可以从经济学校 解释下现在行为吗 这是霸王硬上官 你今天还要买我的 好 买我的货 我买你的货 我们的啦 我们的啦 薛老师已经要破产 你买一个就得把二十五个 我跟你说 薛老师帮我们试一下吧 好不好 哇 哇 哇 许文强呢 哇 我怎么摆姿势 太难了 不好意思 我帮你把头发 好 薛老师 你要是被绑架了 你就眨眨眼 不过 全哥也是救不了你 跟姐姐们一起奋斗 相信也是很幸福的 那就继续加油吧 在无尽破碎的黑夜 喧嚣重复着语言 我将会堵藏在 谁才听过你的脸 这世界很苦 也不过 也不过 有没有尽破碎的过程 还没有人